本文由AI财经社原创出品 未经许可任何渠道 平台请勿转载为止必究 文AI财经社西安边缘东学 近年来自网络书店和电子阅读的冲击 让实体书店经营者 不得不探索更多生存之道 以重新企业消费者回归 一面是不少独立书店不断关闭 另一面却是大型连锁书店 在过去一年 逆时出现开店潮 根据2019中国书店大会 几百的新出版研究院共同发布的 2018至2019 中国实体书店产业报告显示 2018年开店数量最高的 大型连锁书店年度新增店铺数量 达到100家以上 如凡登书店而未来一两年 国内拥有百家以上店面的大型连锁书店数量 很可能达到10家以上 但是虽然这部分实体书店规模逆势扩张 如何平衡商业进程实现盈利 却是一个更现实的问题 书店的顾客数量及其消费习惯 是否足够支撑书店生存 很多书店获得了政府资金支持或商业地产租金优惠 这些支持和优惠到期时 是否还能独立保持生存能力 资本的介入 是否能为自己带来切实可观的回报 都是实体书店需要回答的问题 通过对2018年实体书店的回望 我们看到这样一组数据 根据2018至2019中国实体书店产业划告 西西福书店 延吉 又以及中信书店 在2018年1至10月周期内 分别以7.7亿元 5亿元 3.06亿元的总营业额 排名国内非新华品牌书店 收入前三次外 新枝图书 有艺书城 蔚蓝书店 贵制光华 红道文化 京广上月 中书阁 大众书局 总收入排名分别位列第四至第十 而这些书店的总收入 实际上无不与营业面积 门店分布数 员工人数等因素有关 所以 在利润方面 反而是心之图书 仁义礼之信 与未完书店分别排名前三 在2018年1到10月 总利润分别为1605万元 1000万元以及800万元 从这些书店的选址来看 也越来越依赖于商圈 其中40一家在购物中心开店 占比66.13% 11家在高校开店 占比17.74% 9家在中小学开店 占比14.52% 20一家有社区店 占比33.87% 选择办公区的有12家 占比19.35% 选择商业区的有37家 占比59.68% 其他类型区域19家 占30.65% 值得一提的是 在本次参与调查的62家书店中 只有一家只买图书占比 仅为1.61% 也就是说 绝大多数书店已经不仅仅销售书图 而走向包括咖啡 文创文剧等更多原品类经营 其中 12家图书销售占总销售超过85% 27家 在50%到85%之间 17家图书销售 占比30%到50% 5家图书销售占比 甚至少于30% 它们分别是猫的千空之城概念书店 人意理智信书店等 同时根据该报告 未来一年里 有41家计划开店 1到5个6家计划开店6到10个 12家计划开店 11到100个三家计划开店 100个以上 这三家分别是西西福书店 凡灯书店 以及人意理智信书店 参与本次调查的62个品牌 有21家诞生在上个世纪90年代 其中最早的几家 分别是成立于1991年的新知图书 有义书城 丰雅宋书局 成立于1992年的宏道文化 成立于1993年的西西福书店 文华书城 涛制书店 成立于1994年的学儿幽书店 不是书店 成立最晚的 则是樊登书店 正是成立于2018年1月 这些书店里十一家总部位于北京 广州 杭州 南京 西安 长沙 长春等 各有三家其他城市则更少 那么你才能随机